今天好想要 天天都想要 你希望我怎么介绍你呢 要吃副饭 八卦内幕 要社会新闻 要解决问题 刘俊耀下午两点 非要不可 好了 酒吧新闻打 你要说什么是非要不可 我是让你非要不可的 刘俊耀受要要 礼拜二名人打卡 今天呢我邀请到的呢 是呢在心灵辅导 这个这一方面呢 有非常专精的一位医生 到我们现场来 我先欢迎他 刘新阳刘医师 刘医师你好 您的声音啊 这个中期非常的震动 不会把你吓到吧 有一点 哎呀这真的吗 小惊吓 是是是 您受惊了 今天这个刘医师来呢 这个我先介绍一下刘医师 可能大家对他有点陌生 但是呢刘医师呢 他本身其实是 我们咱们台大牙医 然后呢后来到哈佛 去也是学牙齿的矫正 后来呢在哈佛呢 还取得呢 同时取得了公共卫生硕士的学位 好后来他在美国 就在美国的加州呢 在那边职业的牙医 那但是呢 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呢 你还是美国国家催眠协会认证的催眠专家 这几年有在做催眠 好厉害 你待会帮我催眠一下好了 看我能不能都听着朋友觉得我太吵了 你就把我催眠我就睡着 催眠把你一些秘密啊 给讲出来 不知不知 平常不讲的那讲出来 哎呀那太好了 如果这样你把我催眠成功的话麻烦哦 我们很多319枪击案啊 对啊 你秘密案啊 都还没破案啊 你可以把他们拿 你平常一幕前样子太屌了 所以要把你内在中一些 一些这个 你不辨讲 不方便讲 不好讲的 那挖出来 我也期待 我也希望 这个是我太太多期待 催眠没有 催眠是永远不挖秘密 不挖秘密啊 催眠不挖秘密 那干嘛催眠 你看到的是 拉斯维加斯的催眠秀 这位秀它基于某一些娱乐效果 它会创造一些 比如说有些人忽然间 在某个讯息下 做某些动作 双方之间做什么有趣的 像会社会 外太高人讲话 那是秀 那真正催眠 那个秀是真的秀还是假的 还是演的 这里面有一点 当然一个催眠是 比如说志愿 找个比如说四个人上台 然后开始放松 在宁静中每个呼吸 放松 最后就进到了 里面去了 所谓的最深深潜意识 有一部分是这样子 因为是一百个人中 真正最容易 能够进入这个状态的人 也只有一部分 有些人需要蛮长时间 为对抗心防 像你就 很难吧 我可能很难 不一定 讲难 我觉得你个性蛮直爽 你有一个个性 我第一次听过你 虽然你很有名 你的个性 其实你蛮属于那种血腥 哇干哇肥 我就是啊 而且你讲话 不值不爽 对 这种人最容易吹 不爽不值 最容易吹 其实你的思想很单纯 你的世界 其实很单纯 尤其你主持的时候 是 你会基于一个客观立场 一个主持人 你会让这个当事人去表现 其实你心里对很多 你有想法的 对啊 因为来宾讲的 我未必认同 对 但是你会去 尽量客观 因为你是为了让 听众朋友 展示你 这个节目中的多样性 你不是要去做判官 交代 因为听众都有智慧 他们有生命力量 我们的节目的 听众朋友是水准很高的 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他们 强塞什么东西 我只能够引导他们去听 听听看变得像 您真的听到了 心里觉得不爽 或者与真相真的很违反的 你会不会有点扭曲 我啊 没有看出来 我会不会有点扭曲 你是我的面容吗 因为我觉得 我最近因为 有一些人 他也很愿意我去电台 我发现他们都还蛮客观 可是这个事件中 客观是真的客观吗 我们的事件 我们自认为客观 有时候自认为客观 可是那个客观就已经很主观 越是觉得自己是很有自信 很有能力 去了解世界真相的人 是 他认为他的一切是客观 是一 别人就是0.3 0.7 0.8 那说一个主持人很有趣 我应该不会这样 因为我一直觉得 我真的 我真的很浅 我就觉得很多听众朋友 都比我还深入 学问很高 看得出来您是属狐狸的 不是羊 被试破了 我一进来 我蛮喜欢你 是吗 是 因为现在人活得很辛苦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人活得 都不是活着自己 他会基于社会上 认为最有价值 最有样子 是 最值得被尊重 最好看 最威武 最权威 最有势力 最有学问 最英俊 最帅 最美丽的一切 所以现在的人 不是活在自己的样子 这一点 我们比动物都还多 动物从早起的那一秒 它很自由 是 我们家很多动物 我们家真的很多动物 很自由 像我们家两个鸟 一早起来 它呢 就 比方说它就爱吃菜叶 它就在等着 然后它就叫你要喂它菜叶 就咯咯咯 然后呢 我太太就喂它菜叶 喂菜叶之后 吃完之后 它开心的 就开始唱歌了 我们家养的是金狮鹊嘛 它就这样子哦 那它也不会在 它自己高兴它就唱歌 可是你强迫它唱歌 它是不会唱歌的 动物都自由 动物也许生命中它没知识 也许它对大自然的威胁 它抵抗不了 人可会抵抗 人会破坏大自然 但是人没有动物自由 动物的 它也许会某一些 比如说它去 在示爱 对求我示爱表态 但它到底它每一天它自由 现在人一点都不自由 所以我们思想下 我们认定生命该这个样 所以你看每个人都穿着打扮 衣着谈吐 比如说一个大教授 对 一个大教授 就是一个大不自由 为什么呢 大教授 当然要有大教授的样子 所以你看吃饭的时候讲完一件事 我个人有点这件事件的 其实心里面 你好像 你根本就是 因为刘欣扬 刘欣扬就是一位教授 但是心里面呢 像我跟你 比如你讲话很直吧 吃饭在我旁边 我就说 刘欣扬 您这个事挺有建议 但我心里面 却叉叉叉 对 所以 其实我们哪有自由过 那您刚刚开始 你有一个很善意的建议 因为我感觉到 你对这个 不是单纯去填补时间 说把个刘欣扬找来 我要拿这个电台的收入 所以我一个小时我要填补 你不是 其实你是活在社会中 你是活在生活中 其实你是跟社会中 你是有一个密切的 去呼应的 因为我会这样呼应 是因为我知道很多人 欠缺这一方面的 的依靠 我为什么说依靠你知道吗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 他连他自己活得快不快乐 他自己都搞不太清楚 那他妈他知道自己是痛苦的 可是他也不晓得 怎么去摆脱痛苦 我就希望能够找到一些 像您这样的专家 是不是可以帮助 这么多的人 尤其在我们现在台湾的这个年代 现在这个年代是我看过 因为我今年50岁了 看不出来 对对对对对 那我的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 我经历过台湾的包挖包业解禁 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可是现在这个时候 我看到的不快乐的人 真的比较多 而且跟网络的关系 很多酸民 很多对于现实不满的 然后他们在网络上面 用这种方式去做发泄 可是我还是 虽然有发泄的 可是他们发泄还是在负能量里面 在负 在负 不是良性循环 而是恶性循环里面 越发泄越痛苦 越发泄越痛苦 就越发泄 然后呢 所以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方法给他们 刚刚我这样介绍你 我介绍还没介绍 我们都已经谈到很多东西了 但是呢 我想让听众朋友说 先知道一下 刘新阳医师呢 刘新阳教授呢 他是在心灵科学跟禅学 禅 这两个领域里面呢 他一直有很深的一个创建 他现在呢 也希望把很多的对于怎么样去追求生命的美好生命的 这个方法呢 把它简单到什么呢 你可以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做转化 直接去做转化 他也设计了一套这样的一个心灵的课程 也写了一本书 这个叫做潜意识对话 这对话里面呢 我想把一些幸福啦 另外一个副标叫做幸福学 一本开启幸福的工具书 我想这本书这么厚啦 但是呢 我想在节目中啊 我们要怎么呈现呢 给听众朋友一种最简单的方法的带入的方法 就这样 听众朋友 你们把受药药呢 就当成是你了好了 当然我绝对不会是你了 但是呢 我呢 请刘医师来诊断我好了 我现在活在这个世界 然后呢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10岁应该也算是一个 也涉事蛮深的啦 不是涉事卫生的人 那你能不能来诊断我 然后呢 也在这个过程里面 让听众朋友呢 你也顺便诊断你自己 因为呢 你诊断我的问题 我想听众朋友也可以自己回答 然后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你可以看到我到底是快乐还是痛苦的 那我怎么样 怎么样能对我自己的痛苦产生一些认知 然后我怎么样去做转化 怎么在我的潜意识里面呢 做对话 我想这是您的专 您的专长 俊耀 其实我来之前我感恩 对啊 我接到你的通告我蛮感动的 那当然今天你有一个工作上节目需要填补一些让观众可以接受的内容 但是我觉得你有一个心这个心中间你希望把当下去特别这些急迫的议题 嗯 你想提出来 其实您提的议题可能比所有的议题都大 嗯 譬如说明年呢 蓝绿哪个胜选 哈哈 这个是大的问题 柯市长呢 我们有什么见解 是 好 那至于美国呢 他对于这个苏联的态度等等这一切一切 包括我们昨天我陪我太太啊 是 看文献这个文献世界的那个周报 世界报导案 世界报导案 这个 他们都看全世界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一切的一切都在我们身边 我们每天早上醒来以后 嗯 我们就开始行动 是 因为人呢 不行动就没有生命 所以我们会用行动 会用思想去促成这个行动 嗯 来成就生命 譬如说 我说俊阳哥 你还有六十年以上 好 那我一谈到这六十年 就代表六十年的行动 睡眠除外 我们在行动中间 其实发生了很多事件 嗯 有些人 他会去 在这个财富上努力 是 像我们的比尔盖茨啦 对 像格尔盖茨的 太多太多了 这太多了 对对对 巴菲特啦 一大堆我们的王永庆先生 是 有些人会在政治上 考虑为全民福利去努力 那有些人在哲学 学术文化地理 各种方面 去努力 嗯 这个好像就是生命嘛 没错啊 我们人就是要活动 但是我在进行生命的过程中间 有一点 如果我的快乐指数 是 我每一天平均的快乐指数 一到十 是 假设我没有站在六的位置的话 啊 那比如说我 我还蛮低的 三啊 四啊 五 是 换句讲 我不快乐吧 对 像你今天要来见我 你见之前 其实你对于工作还挺有压力的 嗯 想想这个刘先生又要去 无聊的谈一个小时 只是因为 呃 电台老板给我钱 我也没办法 你不要把我心里面的话讲出来 我就 我还没吹远你 哈哈哈哈 还没吹远我 你就把我心里面的话讲出来 带我 带我讲什么呢 那 那 如果说你 你从早上起来 看老婆就有点不顺你 然后起来以后啊 那个 也不想起 就觉得挺困 等到 按了三次 都还不想起来 工作也觉得有点压力 回去以后 绝对生命无际 总想说 找几个知心的朋友 也许喝个酒啦 打个屁呀 我才快乐一点 就打个屁回来 会见到老婆又不快乐 对 我一天平均下来 我的快乐指数 一到十 我连五都没有 那我给你讲 我说就要更 假设你今天 我是天使 虽然我有魔术 我说我让你活到五百岁 但是你每天的快乐指数再三 你同意吗 我不要啊 如果今天有哪一个人说我同意 他大概要送到神经病院 因为他有状况 他有自虐狂 可是你看现在很有趣哦 你刚刚讲的 其实您来找我 搞不好你都可以讲 因为你已经讲到个重点 是 今天一个人 他如果在心灵上 他不快乐 对 你不管你今天甚至做到大卫 做到世界总统 对 你的财富是可以复可敌国 是 然后你的女朋友除了老婆一个外 你还可以像以前的乾隆皇帝 而且老婆不反对 不去控告 太好了 然后你所有的朋友都说你是神 但是你竟然分分秒秒 我不快乐 就算有的时候我去 比如说马尔迪夫 我去玩 或者是 也许我跟一堆好朋友 真的是多年好友相聚 或者我年夜饭为主的时候 我那个喜悦 隐隐背后还是藏着一个很大的黑身体 我相信都有 每一个人随时的那个 哪怕他现在很快乐 哈哈大笑的同时 你总还是觉得我是笑完了 这一秒钟之后呢 我又要去面对那个事情 每一个都有 每一个人都有嘛 达赖喇嘛以下都有 你怎么达赖喇嘛以下 达赖喇嘛他就快乐吗 讲得好 握个手好吗 达赖喇嘛 也许他还在为了他的复国 对不对 他要把这个人民带回去西藏 说明他还在 他一直在担心这个事情 他也有一个黑森林 对 那我们也许只有佛教中 我们意念上也许佛陀没有 因为他一切都空念 一个人生命中如果空的话都快乐 我们先不要跳到这儿 我们就来讲 所以您刚刚就提示我 要我放胆就去 那你来诊断我好了 你先从我诊断我的过程里面 我想听众朋友会开始知道 要怎么样去诊断他自己 我针对一个平均数 因为台湾现在平均超过六成以上的人不快乐 我相信 这是事实 因为都有统计报告 美国也没有好到哪去 美国一年有六百万的人定期要资上 而且已经促成心灵上的一些负面状况 已经促成生命上的活动有了问题 好那刘医师那我如果我不晓得我到底是不是在那个百分之六十里面还是在我还是快乐的这边 我该怎么来做判断呢 我自己 快乐指数要判断 我们可以用一个设计一个填空题 但是我觉得合法这么做 早上啊 你起来的时候 你早上起来的时候脑袋还没有进来思考性的东西 然后你就问自己 我有多快乐 然后你就开始问一到十 当然这个还是很主观嘛 好那我这样那这样子我从我今天好了 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 其实如果一到十我快不快乐呢 我可能会在八 非常好 在八左右 好 因为您自由 你虽然在一个不自由的世界 对 包括夫人对你的这个 的管束 包括电台 对给我的压力 说叫你讲话的时候要生意小一点 不要创击到 等等啦 OK好 方方面面很多 但是我还是觉得我有八 我觉得你OK啊 我觉得你OK 因为你有一种内在中被释放过的自由 这个是怎么来的 但是我们刚才就回答说 很多人其实并不自由 因为他活在的世界中间 一个人怎么会快乐 因为我做是我要做的嘛 好 我先进口广告 好 我要进口广告你会快乐吗 我相当快乐 大概在酒附近 是好 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来跟刘欣洋医师聊 好了 九八训练 刘俊耀 瘦又要 礼拜二名人 打卡 咱们下是刘欣洋 刘医师 刘医师你好 你好 今天大年初六 那我想 新的一年 我希望大家听众朋友 都能够在 他的 自己的潜意识里面 能够去建构 他自己的快乐 而远离痛苦 这是我邀请你来 最大的目的 开春啊 给大家一个这样的礼物 因为这个方法呢 大家 试懂非懂 大家以为说 我今天只要到 到哪边去喝两杯 我可能就快乐了 我到夜店 就快乐了吗 或是我到图书馆 我就快乐了吗 是这样子吗 我想呢 这个每一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 路径也都不同 但是至少你要先了解你现在在哪个位置 所以今天我请刘医师来呢 就是要这样来跟大家来做一个自我诊断 好不好 那你把我当成是你的对象 好 谢谢啊 大年初六 是 洋洋得意 好 那先祝各位听众观众 是 这一年 每一天都洋洋得意 是 好 谢谢 那君彦好 其实我经常会做些心灵智商 对 我觉得心灵智商这个定义有点怪 好像是一个人有病 对 去找个病 其实不是 心灵智商是一个我们去调试 因为我们生命来 极可能是一个佛家讲修习 是 然后基督教讲是一个学习 等等 那当然我们这个生命中 好像我们总是拥有一个理由来 那洋年洋洋得意 就是让生活过得很好 所以我们就谈生活过得很好 比如说我们在事业啦 在家庭妻子啦 父母啦等等 关系很好 那 君彦我相信你在人群中间 你的快乐指数早上可以到八等等 你是蛮能够handle 但是 你有没有感觉到生命中 你还是会有一些冲创存在呢 有啊 有啊 就比方说我一直觉得 我还没达到我人生一直想达到目标 好 对 好 功课还没做好 我问你一个好不好 你说 爸爸 如果你在洋年 我访问你 对对对 你说 你跟爸爸讲几句话 以前的历史 我爸爸 你会讲几句什么话给爸爸听 哇 你这一句 我这个问题问的我真的是太 我特别想听你爸爸 太 太伤感了 因为呢 我是单亲家庭 我爸爸呢在我很小的时候呢 他就是有外孕 我知道 然后呢就就离开了 那离开之后呢 我就跟我爸爸呢 就是都没再见过什么面 甚至连我爸爸过世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 好 那到几年之后呢 我才发现 他过世了 然后呢 我跟你讲 我心里面呢 好像也没有悲伤 所以说你如果要我跟我爸爸讲几句话的话 我总是说 这辈子我们没什么缘分 没有什么父子的缘分 以后 有没有呢 那就 我也随缘 我也没有特别去 以后要当你儿子 男人你的心意蛮平静 不过你看一个人 从小 其实我们对于各种 各种周边 对我们产生的影响 其实都创造了我们 是 比如说您对于关系上 您就会很介意 你会介意关系 因为你父亲跟你发生的关系 对你讲是个遗憾 但是父亲有父亲的心意嘛 是 今天不是说把家丢掉啊 这么单纯 也许父亲有他的故事 是 他所没提的 对 我们今天不是刻意 而且第一个 我们是孩子 我们上一代 他们的恩怨情仇 我也不了解 我们不是判官 因为我们只是个孩子啊 对不对 我们做一家的孩子 并不是要同步 做人家的判官 但是您在生命种种 您对于事业 比如说你提到说 我希望能够达到我的目标 我现在 我进入这个 您今天请我来 我想去表达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想法 谈痛苦的来源 痛苦 好 如果我们呢 没有思想 对 我们就没有痛苦 不过这句话讲的有点诡异 人家会说 刘大夫你这是什么话 我们不是每一天活着就有思想吗 是 其实思想有好多层次 是 同意 光是心理学家就有三个层次 表层的逻辑意识 逻辑意识是什么 比如说 我拿起一个水杯啊 是 那我要喝水 我就要这个吸管 是 这个过程很逻辑 是 我不会这样子喝吗 对 这是一个逻辑 比如我打电脑 我第一件事先插电 让我按 开关 对 然后我在打的时候 看我用的软体 我有一个路径 对 这都是逻辑意识 是 好 那还有一个是 我们平常 我们不知道他在 但是我们都知道他在 叫潜意识 很简单 比如说 你跟一个人讲话 讲讲讲讲讲 他讲到你心里有点不爽 是 不过你知道你应该只是假装一个可以接纳的态度 因为你不需要把关系搞坏 是 而且等会就要签约了 是 可是你怒气上升 开始言语变得很激昂 对 对立 然后忽然间说 那我不签约了 是 你说 那我回去 回去老婆也妈说 你也是不好 可是在那个当下 你说老婆 对 我就是这个脾气 下一次我就知道 但下一次呢 是 不但是言语冲冲 还加拍桌子 是 那这叫群医生 那老板呢 你知道啊 但是老板来了又来了 对不对 然后接到工作 我明明知道一个工作要成功 哪有这么难 对 工作背后隐藏的变数 其实是很好控制 不好控制的是 人不好控制 是 一群老婆 当初的美娇娘 一群老婆 不是 一个 你娶老婆 你心里的想法 我听说一群老婆 心里的想法 就会容易听错 好 OK 像您 您要这个年轻英俊 终究 我要老婆要留意 顺便 顺便叫 下一次我们 我听错了 我听错 不用再继续解读 不用再继续去解读 我的话里面的意思 好了 那所以呢 去老婆 然后怎么样 您想讲 刚开始是个美娇娘 到了后来 舅舅变了 人老猪黄 对 样貌变了 然后 在家里 就三餐 招呼 带孩子 人也变成了 黄莲坡 你讲什么 外面世界的一切 呼应也差了 你总是念念 你说前代人不够 孩子不够招呼 等等 所以 当初的爱 现在也变质了 可是你心里知道 当初娶了这位太太 她专介 不是普通的 挂在她手上的时候 你已经决定 这一辈子要无条件的爱她 你都知道 当初你也做了这个决定 可是现在看这边 有一点条件 所以你看 我们生命中 我们的智慧 我们心里潜藏的善良 仁慈 还有我们在逻辑意识上 我们本来该做的一切 对 不该生气时候生气 是 不该嫉妒的时候 嫉妒 碰到工作 应该我们打起精神 把该做的所有的元素 Ting work 各种都做好 对不对 那对于周边的人 尽量善良多一点 抱怨少一点 人家事情做得好 成功了去谢人家 去感恩 不要老是心里充满的一种嫉妒 对 然后在背后终伤别人 一切的种种的一切 你看我讲很有趣 你现在叫外面所有的人 你拿一把枪指他 限他三天写一本 公民道德的一个教科书 每个人都写得很好 每一个人都写得很好 是 没有人不会写 但是你打开教科书后 没有人做得到 或者做得到的人比较少 或者就是程度不够 是 所以你看他有趣 我们人生是不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矛盾 这个矛盾是什么 我明明知道我该做的 我不去做 我做不到 这是潜意识吗 你在讲的是在讲第二个层次吗 您讲的 因为你要讲第二个层次 是一个逻辑的层次 逻辑现在我们去跳第二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是潜意识 俊耀兄 您提的刚刚这个东西 是生命的唯一的秘密 很多人说生命要洋洋得意 不是偶尔得意 要每一天洋洋得意 最好是这样 最好是这样 那请你不要去注意你思想中的一切 你要去注意你的潜意识正在干什么 那我怎么知道我潜意识在干什么 对 潜意识最糟的地方 第一个你找不到他 虽然你心理学家都在讲解 而且你还不能控制他 是 潜意识有点像是什么样 有点像现在住在这个城市里的大楼 就老死不相往来 是 你不要看就是对门 对门连生了孙子 他们出国了你都不知道 等等的事情你全体都不知道 对现在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都以为我们这只是一个表层的逻辑 对我们说我们这个人非常逻辑 我非常讲道理 但是我火大 你就起来了 然后但是所以你根本不知道 你跟你的潜意识是没有串联的 各位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Metrix Metrix就是一个电脑在控制的人间 人以为它是一个独立的自由的世界而自己在里面自由的移动 其实完全是电脑在后面控制的 其实我们在一个Metrix里面 我们被我们的潜意识所制约了 潜意识竟然挡架了我们 让我们以为我们活在清醒中 那问题是我现在 现在我要听到朋友可能跟我一样的疑惑 我连潜意识在哪里都不晓得 像我的邻居一样 我老实不想往来 我也不晓得我的潜意识现在在想什么 那我怎么去找到他 我连敌人在哪里都不知道 我怎么去对抗敌人 潜意识它不是一个东西 对 就像我们思想不是一个东西 但事实上很简单 你在逻辑意识上所想做的 然后你却发现做不到 而做了另外一个很诡异的 那就是他干的 这样讲吧 那就是潜意识做的事情 我假设这样讲吧 你看到瀑布的水流下来 它在某一段突然间吐出来了 你不必知道后面有一块石头 但它在 所以我们不要用到看到听到来知道 有一个真相 这个可以理解吗 我可以理解 像像Hawking 像是英国的物理学叫Hawking 它说有黑洞 它是推算出来 我们对潜意识我们这个洋洋得意的这一年 是 俊耀哥可以送给他们的礼物说 你知道有一个叫潜意识吗 如果今天 你知道吗 我要先进广告 广告之后呢 今天如果不把潜意识先跟大家讲清楚呢 我们怎么去跟他对话呢 进广告广告就继续了 很好 好了 七八新闻的刘俊耀 瘦又又 刘欣扬意识在我们现场 刘意识你好 你好 来这一段呢 短短 但是我要你很快告诉我们 潜意识在哪里 我怎么去抓住他 我怎么去跟他对话 有人说生命我要成功 要成功 大家用各种方式 去甚至于去拜老师参加课程 或者是一些心灵上的某一种去学习 这些其实都有用 但是却是治标 是 真正的治本是 如果你能够去handle 去掌握你的潜意识 你的生命自动变好 你看很多在事业上 各种像不同的领域成功的人 他们都是能掌握潜意识 那我怎么去掌握 我怎么去找到潜意识去handle他 潜意识这个内容 其实在秘密这本书已经讲了 但他讲的只是现象 不是方法 我们今天要找潜意识 我们就必须了解潜意识 我们不要从结构上想 你就去想象 它是一片海 它的海里面有很多的名印 名印就是一个一个小金片 这个金片都是你从小的经验 慢慢去累积 比如说我爸爸打我 我就恨我爸爸 我恨我爸爸以后 我对于人都有很负面的见解 所以我对于人就开始不倾鉴 这是一个名印 所以我们的潜意识中 弥漫着一个层层相扣 非常复杂的一个海 所以他心理学家 当他要解决一个人心灵上的问题的时候 他会到海里去找 那好 所以我们的生命中间 我们如果能够把负面的名印去消除掉 我都是这面名印 我今天我这面名印 我平常每个人我都爱他 我都很有能量 我讲的都很棒 别人讲什么话 甚至于冲穿了 我都淡淡的笑一笑 然后我工作的时候 充满着创造力 自由心 这样子的一种心性 你必须要潜意识知识 不是思想的 思想每天告诉你做什么都没有用 那你要面对你的潜意识的方法 不能用思想 因为所有你的问题 要用什么 是思想创造 你注意看 我们所有的痛苦情绪 都是思想创造 你要用非思想 非思想 能不能更具体一点 等下说你在教我 是在无思想下静观生命的一切 而且在那个时候 他是在脑坡会进入阿法坡的时候 我们可以植入讯息 就是你有一个晶片不好 比如像俊阳哥 或者乱讲 比如你见到人家讲两话 稍微冲上去生气 好 那我就把那个晶片栽掉 栽掉的方式是 我植入一个新的晶片 我电脑不好了 我可以换晶片 可是我们人不知道晶片可以换 我们总是靠天吃饭 然后天天去发誓说不再犯 没有用 去换那个晶片 比如说我 怎么换呢 一个就是 我这本书 它是一个很有趣 它不是在讲述理论那么单纯 它是一个工具书 事实上它的光碟更重要 它里面有很多的放松语音 还有在放松进到深层阿法坡的时候 那这个语音会引导植入这面晶片 好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我没办法给你再 这样子 下个礼拜我再邀请你来 我们把这个语音 这些晶片 到底要怎么样让人家植入 怎么样 大家很清楚呢 我希望至少能够交给大家 一个比较具体的办法 既然它是一本工具书 就是要让人家能够去运用的 今天非常感谢刘欣浩医师到我们现场 谢谢 感恩 谢谢 谢谢